华联市公所连续主办第11年的鲜明文化节 7号下午在国墙里延平王庙前盛大登场 活动除了延续传统文化元素 也在庄严的祭祀祈福当中邀请到嘻哈团体 超团鸡娜精彩演出将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华联市公所主办的鲜明文化节 7号下午在国墙里延平王庙前盛大登场 这场活动已经连续第11年 这次出了最经典的直角竞赛 现场满满摊位也带来面蒲彩绘 平安桌发放及格式宣导闯关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会接续的来办下去 那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或许我们的活动会越来越创新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同来约大家一起来参加 那我想这不只是在地性的一个活动 未来是不是能够扩展造成变成火区观光的一个活动 那请大家拭目以待 在庄严的祭祀祈福中 更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 邀请到嘻哈团体草屯英娜到场演出 将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透过活动办理不仅成功展现花莲的多元文化融合 还激发年轻世代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透过不同角度诠释鲜明的拓肯精神 记者徐立琴欢迎新报导